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讲呢 就像有一次我在咱们节目里曾经讲到过 就不是我的朋友有一次在飞机上碰见一个广东的这么一个企业家 这个企业家说他做什么 他是开厂他是做什么的 他说你要买外国车 不是要系安全带吗 你要不系安全带 他不是外国车老响吗 然后他就做一种小电子产品 你不用系安全带 你往这一塞 他那不响了 他他你说这个聪明劲 这有市场需求 很多人不愿意系安全带在内地 所以他们平常就土质的搞了一个什么要什么东西 一塞 对很多人都这样的 就塞住 我就想起什么 我先看个手机短新闻 最近不都在说什么染血吗 那不是染色馒头吗 您黄什么染色馒头 我就觉得这个聪明 你还不如弄点牛肉 你看就是合肥工商部门发现怎么样 这些人把鸡肉和猪肉加工成猪变牛牛肉 但是这个工序之复杂 让我觉得也不如去直接买牛肉 对 你看 因为他你看先用麦芽坟 咱也不是什么叫麦芽坟 去掉猪肉的腥味 再抹上一层薄薄的牛肉糕 然后就把猪肉要腌制去腌 然后像平常煮这个肉食品一样 再煮 然后猪肉就能变成牛肉 因为目前在合肥市场上 新鲜猪肉一斤11块 新鲜牛肉一斤20块 你说先进生产力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你花这么多的心思 你不是说能挣大钱 而且是冒着违法的这种风险 他其实只能挣很微薄的利润 你说的那个只是 已经是到外面的零售价了 他们现在还在成本加工的这一块 他还有上面还要有人在网上加钱 才能够卖到 就是中间差7块的这个价钱 所以他其实可能只在中间挣 大概2块3块这样子的钱而已 但是数量一多就有利润 凡世界上有人做的事情 一定有利润 我觉得利润肯定是有 但是利润很薄 而且是你要冒着 就是犯法的危险在这里面 所以成本很高 其实你除了你买那些料的成本 和人工成本以外 你还要犯法的成本在里面 就是因为犯法的成本不高 所以才有这么多东西 而且你说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中国人 你看中国科学家 能够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什么的 我老觉得可能是同样一种聪明 所以说你这个中国人其实挺能琢磨的 你发现没有 你像当年马俊仁就琢磨着 是吧熬点这个汤那个汤是吧 咱们的产品运动员就能出成绩 你知道他是中国人有一种 最近还有一产品热销 就是那个车钥匙 就是那个保时捷 宝马 那个车钥匙 那一个钥匙能卖两百块钱 偷车呀 不偷车 就是单单纯一钥匙 开不了车的 就很多人 男的跑Starbucks 就拿车钥匙一放 然后喝咖啡 身份的标志 那一车钥匙 李爱坐在那边 我坐他对面 我就拿一个本利的钥匙 对我来说真没用 我对车完全不晓得 换完了以后 等会我们聊天 聊了以后要走了吧 我就说我今天喝多了 车放在这里不开了 咱大家出租车 车钥匙销量很好 这是白谱的 这是白谱的 天哪有这玩意儿 你要说这白谱的 徐老师 我跟你讲 就咱们这个中国人 白谱都摆到美国去了 嗯 最近你知道吗 美国这个洛杉矶 嗯 十三项控罪 起诉 在那华人圈里很有名的一个人 他叫什么名的 邓玉鹏 今年51岁的邓玉鹏 在美国组织山寨美军 你知道吗 山寨美军 就是说啊 他人大家都知道 他是最高司令 他是 他组织一个军队 对 他是美军特种部队 预备役司令 你看那照片 你看这中间这位 中间这位 就是51岁的这个邓玉鹏 6年前组织了一支这个山寨部队 这厉害 招募对象都是华人移民 就是说你加入我这部队 一个人呢 交300美元 但是呢 你家你既然都加入美军了 当然美国会给你美国国籍 所以被控诈骗嘛 就是 邓玉鹏 他能到他能在美国 忽悠 他搞这个来干嘛呢 忽悠赚钱 收钱呢 一个人交300美元呢 他家他已经成军了 但是他那些设备呀 什么这些服装什么的 他需要必要的投资吗 有办法 有办法 就是买 买火星的地 买 买美国沙漠里的地 买太平洋的地 很多这样的买 买文凭更多了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文凭 我的天了 真能想啊 这韩 哎呀 创意嘛 21世纪缺什么 创意 可怕的是什么呢 我看过一个报道 说有一个村里头啊 都是父老乡亲 你可以感觉到 他们都很淳朴 就如果你不知道 他们做什么事的话 你就这么接触 你觉得他们还是很淳朴的 但是你了解 他们做什么事 你会不含而立 因为这样子的 这么老老实实的本分人 他们做的 就是这种做假的事 而已做的是食品 我有点忘了做是什么 就类似于 像这个染馒头 这样的东西 其实他们也知道 那玩意不能吃 他们整个村的人 都不会吃那种 他再饿他也不吃 因为知道那有毒 他也知道这些东西 卖出去是给别人吃的 但他们还做 因为他们就靠这个维生 你说他 你说完全没有其他路子维生吗 也不对 写那篇文章的人 他觉得他也有其他 比如说他们那地方 还是其实挺富裕的 一个富饶的一个耕地 什么东西 没问题 种庄稼没问题 但是就是整个村的人 都在干这个事情 你说看起来特别淳朴的 老实实的就是装甲人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 我也看过类似的新闻 就是采访出来这个做假的食品里 参加的这个老太太 那一脸就是这很淳朴 那就以前罗仲利写的父亲 就这种很淳朴的贫下中东的形象 就是祖国 我的母亲这样的一个形象 可以来上上央视晚会出来 大家很感动的这样的人 他就在做 他说我们不做不行 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放那个东西的话 我们东西卖了就不赚钱等等 我当时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什么东西 应该在制约这样的行为 就是人靠什么样的东西 在制约说这个事情是不能做 人靠哪些东西 比方说人靠几个道德 一个是家庭伦理道德 比如说你做事情 不能对不起父母 那对他们来说这条不存在 因为他的父母相亲都在做 你做得好 你对得起你父母 所以家庭伦理这条不管用 职业道德 那如果说职业道德 如果你是正式的一个工厂 你会有职业道德 做食品 我做快速面 我做这一行 我有职业道德 我不能下毒 可是他们不认为 他们在这一个职业道德里面 那职业道德又不管用了 那以前还有个道德是革命道德 比方我们作为人民群众 我们为了革命 我们不能做 这是阶级敌人才下的毒 那这条现在也不管用了 那还有一个以前传统古老的 那就是宗教 对 比方说观音菩萨 人在坐天在看 对对对 观音菩萨 那么这一条 现在好像也没有 不那么管用了 那还靠什么呢 你看看我们的伦理支柱 还能靠什么 让一个老太觉得心里不安 放进纸给成立人吃的食品呢 我看了那篇文章 刚刚老师说的特别的响 我那篇文章是说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封建迷信的用处 他说以前以前就是可能在比较久远之前吧大家都会说什么啊人在坐啊天在看啊你这个有来世你不得好报啊不是不报啊 是时候未到啊类似于这种你说这种话你说他是真的有道理吗其实也不完全就是如果可能很多人做过研究觉得这种话其实是无稽之谈 无神论者也会说这种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对很多老百姓来说他是一种是一种威慑力 而且他维系事态人性对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哎但是啊据我个人的研究啊根据我研究我个人的人生体会啊暴影这玩意是有的我觉得嗯反正就是反正信这个我觉得不信不信不可不就说反正我觉得就是没有白占的便宜 嗯都就反正我做自己检讨我个人的这个生活啊都清清爽爽的也就是真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且有的时候啊你别让你们看做坏人做小人是吧他可能会春风得意但是你也会发现啊他报应可能在心里这就是所谓的小人长期期啊嗯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小人呢他终日活在幽据不安当中你知道吗这算不算是一种报应呢嗯 嗯小人有时候得忧郁症啊你知道吗在这边的高度紧张哎所以我说我们君子坦荡荡然后又有点阿Q心里来想象我们说君子也脸红哈哈哈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华人的这个韧性你看我们一歌颂海外华人都是说在世界任何阳光照到的角落华人就落地生根就是他在任何艰难的困苦的条件下都讲 一个字就是任性甚至连肠胃你知道吗呃这个南京最近说了啊南京有一个丁老太太嗯想给孙子补充点营养买了一斤多的这个黄鳝 洋葱炒黄鳝好家伙吃出100多条寄生虫来5厘米到10厘米然后你知道吗 他说啊这个寄生虫太强了我拿开水啊烫了三遍黄鳝的肉都烫烂了寄生虫还活着你这样吗炒了问题炒了一大盘 他们老夫妻和小孙子吃了一大盘 看来这个寄生虫比那黄鳝还好吃剩下一小碗就是他们吃的狼吞虎咽完全没发现怎么发现呢留下一小碗啊觉得太好吃 留下一小碗给儿媳妇就孩子的妈孩子的妈回来吃发现这叫5厘米到10厘米长的100多条寄生虫 这这片土地上的动物的遗传也不一样这个倒是我很难我是亲身体会过在美国的苍蝇啊 跟美国老百姓一样笨美国的苍蝇他盯在那里我一定能用手可以抓到他就是我用手过去他一定抓到中国的苍蝇你要抓贼人啊对文化积淀呢 这个你得要一个很高的提前量你不能直接去抓他对不对我们扎中国的苍蝇你得你得后面这一股风他一起来你就遇到很难 你还有你还研究过怎么抓去对对对对后来那个有一次故城啊你的那个诗人在香港去钓鱼嘛 他就一个一个船上的人大家都在social你知道很多专家在一起啊名为钓鱼其实都在聊天换卡片只有他一个人真的在钓鱼 就后来人家问他说鱼钓到没有他们香港的鱼太狡猾了我钓不到他就把全船的人都骂了就说大家都在social你知道都在都在搞关系 然后他就说说的确是动物也有美国的文化浅了他那新大陆没开发多少年那个苍蝇都比较笨 你你讲故城啊我印象还挺深你别说故城你知道那个故城吧我知道是吧那个当年那个那个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什么我用他找光明啊你知道啊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一种解读其实挺可怕的 他就说啊他说你看这个水浒传嗯对吧那个李逵啊吃人肉的你见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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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如砍瓜切菜一样嗯可是你看中国的这个人们认为呢这个东西他也是英雄很猛 有很猛他说这个里边啊就是说中国文化里头有一种叫天地不仁的这种价值观就说死多少个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好比说你比如说咱们歌颂的那个三国演义里的英雄关云长就就是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你看百万人头落地那是也可以就不在话下呀我觉得故城的这种这种解读啊挺渗得慌咱咱们去下广告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我我最近看了几个数字哈5885个亿就是一个白皮书啊就说现在我国因为这个诚信失信互不互不互相比如说不守承诺作假制假犯假也算啊每年造成的总共的这个损失啊5885个亿这么你就你就说你要付出这么大成本还有一个调查就说调查人跟人之间嗯我发现也很有意思啊90%的人都说 我有过被别人别人失信于我的嗯这个体会嗯对吧那么80%的人倒也诚实也承认我有过失信于别人的嗯这个经验哎李爱你整天失信是天下妇女而你不天下人呢我都有我都干过嗯如果说在我生活当中我比较害怕的其实可能就是就是男人的花言巧语哦特别是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演技最好的时候特别有那特别有耐心对你对吧也也花言巧语的啊然后也愿意感觉特别愿意觉得他特别懂你因为那时候他可能心思都愿意放在你身上时间慢慢长久了以后就发现他的耐心就开始慢慢的少了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现在想想确实也正常我可能也对他的耐心也慢慢的少了嗯 两个人不再有演技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说实话了嗯就只给又以前也说实话但会兜着圈子说比如说徐老师今天见到我的第一面感觉我太高徐老师肯定不说没说太高嗯对反正你个子挺高的对对对你看看心里面不说但他肯定会觉得高但他不说他可能会先夸你看小模样长得还挺漂亮人家人算挺得又长得漂亮内秀就可能是一开始我们也说实话但是我们会绕着对方喜欢的 听的话说嗯到后来你的耐心缺少以后两个人开始吵架什么的都开始说实话你说的这个我也这我也很有感触他说这个其实你不能说他的还言巧语是假话对不嗯我觉得当时在起码我当时觉得那是真的对不是这就叫真听真看真感觉啊嗯他全神灌注在你身上的时候嗯你觉得他特别懂你嗯那是不是他也是真心但是你看你后来说的是他没耐心了不是说他说假话甚至他是后来 我来说真话了嗯是吧你不怎么样就直说了不是但是但是但也肯定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我有一个姐们他碰到的那个男孩子就像刚才居老师说拿那种假钥匙那可能他没那么过分但只不是他的车是借来的嗯就不是他的然后包括他请的女孩去他家做客的房子也是借来的嗯然后号称还有游艇什么的后来我那朋友后来我那朋友说好在没去估计去也是借来的包括名片你名片带怎么应该 嗯对你说一个搞个英文头衔然后总部在美国然后这边分公司什么的这都可以这都没问题你包括社交圈很多人人家不知道你怎么回事的也愿意给点面子对不对然后出去场合里头只要他演的够好嗯但后来发现全都是假的但实际上这姑娘吧一开始吧也不是说真的一定要就是喜欢他这个有钱或怎么样子但只是觉得这个男孩子挺会说话挺怎么样但后来发现他都骗人那赶紧就溜的远远 但是你知道吗不能怪女孩子这玩意儿还真是挺神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就是你知道表演艺术当中啊嗯有一种叫做什么呢精神一到无事不成就是说你这个就全神贯注之下呀你知道前一阵判的那个案子吗你你这这不是我瞎说的那个人最后说患有妄想症啊还是精神分裂症啊自称是百万富翁啊骗的几家企业的老总啊就信呢实际这个人你很难说他是个骗子他 他真的相信自我催眠他是个妄想症患者是个精神患病患者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精神病患者他得到了一个表演的秘诀就是他百分百相信相信你知道人在这个时候啊会产生催眠社福利你知道很多企业的老总就真的借钱给他也就是相信他呀也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嘛自从我得了精神病以后我就精神多了哈哈哈不就是这样吗其实就是这样吗但是后来我那个女朋友特别有意思他也很有趣 他也就是说你要看这个男的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就是还不错啊家境还不错你其他的不要看什么手机钱包车什么都假的看他的皮肤我跟你说很多皮肤好的基本上差不了太多我跟你说很多男的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挺有意思但是可以可以照顾很多男的跟女孩聊天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妄想症的症状他当时说虽然是戒的他真不以为是戒的你知道吗游艇咱在上游艇玩讲斯坦尼斯 那是拉夫斯的体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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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